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周休三日跟降低每周公时 由于超过5000的连数 政府必须要在6月26号跟7月2号之前回应 劳动部7号邀请劳资团体各地方政府还有各部会讨论之后表示 劳资双方都认为虽然周休三日的方向是好的 但现在执行上却很困难 保安部表示劳工工资跟出勤的工时联斗可能会对实际收入有影响 中小企业可能会增加成本 而资方认为如果工时再缩短会造成人力不足 教育部代表也指出周休三日上路 是不是拉长中小学每天上课时间就是要缩短 函暑假执行会很困难 警管会也说一旦周休三日 每年证交税将会减少300亿元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林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